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与非对与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结婚大喜之日 新郎父母和亲戚们却集体缺席 三年时间里 父亲为了拆散儿子的婚姻费尽心机 父亲反对的理由极为荒唐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刘平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八字不合的因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一天中午在南方某地的一家饭店门口 摆放着一幅巨大的婚礼海报 海报的下方写着 永结同心 百年好合 没错 这里将要举行一场婚礼 可奇怪的是 等亲朋好友陆续都进了宴会厅 新郎赵小刚和新娘林秋燕 却还站在大厅门口张望 似乎在等待很重要的来宾 负责婚礼的工作人员再一次走到赵小刚的旁边 低声问 他们还没来吗 赵小刚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我们进去吧 不等了 婚礼如期举行 一世盛大而华美 新娘林秋燕的父母家人都坐在主宾席上 见证着这个幸福神圣的时刻 只是新郎赵小刚的父母和亲戚 一个都没来 这让来宾们很纳闷 等新人敬酒时有朋友关心地问 小刚 你爸妈怎么没来呢 前几天还看见赵总了呢 赵小刚假装没听见 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说着感谢的话就离开了 众人不解 这结婚的大喜日子 为什么赵家父母亲人 却都集体缺席了呢 这得先从赵小刚的父亲赵大贵 给儿子介绍对象说起 赵大贵是当地一家 大型民营企业的董事长 公司是赵大贵白手起家 创建起来的 赵大贵只有一个孩子 赵小刚 他一直把儿子作为家族企业的唯一接班人 对儿子的培养更是方方面面 从小 家里对赵小刚并不娇生惯养 在外读大学期间 赵小刚就已经开始打工赚钱了 大学毕业后 赵小刚就被安排进了公司 跟着父亲学习管理 而赵小刚的婚事 赵大贵也一直挂在心上 想替儿子安排好 为企业找好未来的老板娘 赵大贵陆续给儿子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 但儿子都没有看对眼 总说不着急 先以事业为重 后来赵大贵又介绍了一个女孩 林秋燕 林秋燕出生于书香门第 家庭经济条件虽不及赵家 但也很不错 刚认识的时候 赵小刚对林秋燕并没有一见钟情 只是父亲极力推荐 赵小刚对这个女孩也不反感 就尝试着接触和了解 聊着聊着两人觉得挺投缘 于是经常约会 谈起了恋爱 一天赵小刚把女朋友林秋燕 带回家吃饭 一家人都很高兴 饭桌上赵大贵吩咐老婆说 小林快过生日了 我们家得好好准备一下 林秋燕说 叔叔阿姨不用费心 我生日还早着呢 您是看了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吧 上面的日期写错了 林秋燕就是随口一说 还继续开心地吃饭聊天 并没有注意到 赵大贵的脸色突然变了 谁承想这一天 赵大贵突然郑重地命令儿子赵小刚 马上和林秋燕分手 赵小刚刚开始还以为是个玩笑话 并没有当回事 没成想父亲接下来的一个举动 让父子俩的关系彻底脑香了 几天之后 赵大贵又给儿子介绍了另一个女孩 薛梅 薛梅看上去比林秋燕更加漂亮优秀 赵小刚这才发现 父亲是来争格的 他被父亲一向地独断惹火了 介绍的是你 让分手的还是你 这种事能儿戏吗 到底是为什么 原来赵大贵非常相信八字和算命之说 之前他介绍林秋燕 也是看好了林秋燕的八字 可那次家宴之后 赵大贵才得知了林秋燕真实的生日 于是赶紧去请教了算命先生 何大师 何大师看了林秋燕的深沉八字之后说 此人为人刻薄 和赵小刚八字不合 他们不可能修成正果 赵大贵对此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 如今自己的事业成功 也不仅是靠个人努力 还要靠运势和某些神秘的力量 他的圈子里不乏大富大贵之人 很多人都讲就算八字 听得多了也就越来越信 这何大师就是朋友推荐的 儿子的婚事 关系到家族和企业的未来 更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而赵小刚根本不信什么八字的说法 说什么都不肯分手 赵大贵就专门找大师 请了一串钱币回家 作为宝物 悄悄地压在了儿子的枕头底下 当赵小刚无意中发现了这串东西 觉得父亲非常不尊重他 吵着说 在家里真觉得恶心 您能不能不要一直逼我 赵大贵却说 你觉得恶心 那是你女朋友在克你 你俩赶紧分手 还来得及 赵小刚觉得父亲不可领域 一怒之下摔门而去 离家出走了 赵大贵轻信算命先生 竟逼儿子与女友分手 儿子离家出走 并很快与女友结婚 赵大贵却说 这是假姻缘 赵大贵为逼儿子离婚 竟想到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主意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八字不合的姻缘 赵大贵在家 一向是说一不二 这次儿子竟然敢挑战他的权威 可没想到一年好几天 赵小刚连公司都没去 赵大贵是彻底被激怒了 他当众宣布暂停赵小刚的一切职务 同时啊 赵大贵开始对儿子采取经济封锁 断了儿子所有的经济来源 赵大贵胸有成竹 等着儿子回来求自己 毕竟儿子的一切都是他这个父亲给的 而这次赵小刚却铁了心 他借钱租了房子开始找工作 女朋友临秋燕期间 一直守在赵小刚身边 他从家里拿出钱来给赵小刚用 但赵小刚拒绝了 他说以后可以自食其力赚钱养家 经过了这件事 两个人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 林秋燕的父母听说了赵大贵的态度可气坏了 林家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他们可没有高攀赵家 看不得赵大贵在那挑肥减兽 于是林秋燕的父母就和女儿商量 要不就分手吧 别让自己受了委屈 林秋燕不愿意分手 赵小刚也急了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 怎么能因为我爸就要和我分手呢 赵小刚赶紧去林家表态 他要和林秋燕结婚 林秋燕的父母并没有像赵大贵那样 硬逼着两个孩子分手 而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决定 同意他们结婚 可是结婚是人生大事 必须得到双方父母的同意 如果赵小刚的父母 还是态度强硬不同意 又该怎么办呢 赵妈妈很疼爱儿子 一直都尊重儿子的感受和想法 但她也很清楚 丈夫赵大贵一时半会儿 绝不会改变主意 赵小刚委屈地说 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做回主啊 我爸十年不同意 难道我就十年不结婚吗 最后赵妈妈决定 暗地里帮助儿子 从家里拿出了户口板 就这样赵小刚瞒着父亲 和林秋燕到民政局领政结婚了 但这事根本瞒不住啊 赵大贵得知儿子私自结婚领政这个消息 真是气炸了 她斥责老婆胳膊肘往外拐 并联系到林秋燕的父亲 表示不承认这门婚事 希望林家家长出面干预女儿 林家觉得赵大贵的要求很无理 儿女的婚事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况且两人已经结婚了 更没有拆散他们的道理 为了不委屈女儿女婿 林家决定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 当然他们也希望赵大贵能够明白事理 来参加儿子的婚礼 赵大贵可不这样想 他放出话来 绝不允许老婆和家里的亲戚参加 否则让他们好看 亲戚们知道赵大贵的脾气 都没敢去 所以在赵小刚的婚礼上 赵家亲人一个都没出现 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不管赵大贵认可还是不认可 如今儿子赵小刚结婚已成事实 赵大贵只好又去请教了算命先生 何大师 他问 不是说儿子和林秋燕不可能修成正果吗 怎么还结婚了呢 何大师高深莫测地说 他俩这是假姻缘 日后夫妻争吵不断 婚姻非常不幸福 三年之内必定分手 赵大贵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 又逼儿子离婚 怎料儿子赵小刚却对此无动于衷 这让赵大贵气愤不一 为了逼迫儿子服软 赵大贵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那就是起诉儿子赵小刚还钱 原来啊 几年前家里给赵小刚购买过一套九百多平米的商铺 当时花了六百八十多万 赵大贵找出当时的转款凭证 是老婆转给儿子的 赵大贵找了律师 以赵小刚妈妈的名义起诉 要求赵小刚归还借款六百八十万 他想赵小刚手上肯定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那就让林家帮着他们的宝贝女婿一起还钱呗 案件开庭时 双方都指来了律师 至于为什么母亲要求儿子还钱 律师们都不愿意多说 法官觉得奇怪 就找到了赵小刚的妈妈了解情况 这时候啊 赵妈妈才知道 丈夫赵大贵瞒着他 还以他的名义起诉了儿子 赵妈妈觉得 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 她立刻向法官道歉 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这套商铺 确实是他们夫妻俩人买来赠予给儿子的 并且立刻撤回了起诉 没想到关键时刻 老婆又站在了儿子一边 赵大贵感觉 自己的权威再次受到了挑战 他气急败坏又给儿子发去短信说 我有这样的老婆和儿子 逼得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家族的未来 如果你们再不离婚 你妈就会收到我写下的离婚协议书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赵大贵当天就离开了家 他决定和老婆分居 这时候赵妈妈也忍无可忍 他对赵小刚表态说 你爸要是真敢跟我提出离婚 我一定同意 他要挟不了我 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而且你没有做错什么 有趣的是 知道了妻子的态度 赵大贵反而一直没敢拿出离婚协议书 都几十年的夫妻了 他不是真的要离婚 眼看着威胁无效 几天之后 赵大贵没办法 还是回家了 闹了这出离婚风波后 赵大贵一直被老婆冷落 赵小刚也不再和父亲联系了 结婚之后赵小刚其实过得挺不错的 妻子林秋燕脾气好 两人几乎没有吵过架红过脸 可唯一烦心的是 父亲赵大贵依然时不时地打电话 和发短信唠叨他 一年多以后 林秋燕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 林家人非常高兴 赵家人听说了 也都以为赵大贵这下能消停了 尤其是赵小刚的妈妈 也想借这个契机 劝赵大贵接受儿子的婚姻 可谁知结果却出人意料 赵大贵为逼迫儿媳离婚 竟拿出千万元来诱惑 儿子忍无可忍 将赵大贵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面对剑拔弩张的父子俩 法官会解决这场持续三年的九分吗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八字不合的姻缘 一天赵大贵给林秋燕打电话 要求在附近的咖啡厅单独见面 赵小刚一开始不让妻子去 但出于礼貌 林秋燕最终还是去了 她想毕竟现在孩子都出生了 希望能借这个机会 和一直对自己有成见的公公 好好聊聊 落座后还没等林秋燕开口 赵大贵就开门见山地 给林秋燕开出了丰厚的条件 她说如果现在你和我儿子离婚 我可以给你补偿 一共一千八百万 从本月开始起算 限期半年 没往后推迟一个月 那么补偿款就减少三百万元 直到扣完为止 面对公公赵大贵的威逼利用 林秋燕有些难过 她本以为生活的幸福 孩子的出生能够让赵大贵 放弃对自己的成见 可到现在赵大贵还想用钱收买她 实在是太伤人了 林秋燕激动地说 您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 算命先生的话 有哪一条应验了 您把儿子逼得离家出走了 赵妈妈林肯同意和您离婚 都要站在儿子这边 这个家快被你折腾散了呀 还有您真觉得钱能摆平一切吗 如果真是为了钱 我至于和您儿子结婚生子 等到今天吗 您也看到了 我和小刚现在过得真的很幸福 我们的孩子都出生了 那可是您的亲孙女啊 这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呀 您就成全我们了吧 林秋燕的花把赵大贵吓住了 她没想到性情温柔的林秋燕会如此激动 这一连串的质问 让向来强势的赵大贵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现场的气氛像凝固了一样 就在这时 赵小刚突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对着妻子说 秋燕你甭理这个老封建 我们回家 就让他一个人这么闹下去吧 原来啊 赵小刚本来就不放心 悄悄地跟着妻子出来了 他本想先暗中观察一下 可听到父亲还在劝离 赵小刚受不了了才冲了出来 当场直接开马 父子俩就吵了起来 赵小刚在愤怒中 一拳砸在玻璃门上 手臂被划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口子 就这样 父子俩又一次不欢而散 回家后的赵小刚气愤不已 他无法接受父亲赵大贵 一再破坏自己的婚姻 于是他一指诉状 将父亲赵大贵告到了法院 父子俩法庭相见 他们还有机会兵事前嫌吗 起诉称 父亲赵大贵以家长作风 粗暴干涉成年子女的正常生活 侵犯了两人的婚姻自主权 要求法院判令赵大贵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还要求赵大贵赔偿经济损失 六万元 这个案件就这样来到了法院 邱法官的案头 开庭的时候 赵大贵和赵小刚父子俩人都到庭了 但林秋燕没有来 赵小刚在庭审时说 父亲三年来不断骚扰 他还把赵大贵这三年来发的短信 全部提交给了法庭 厚厚的一叠 一条短信常常都是进签字 他还说 父亲见骚扰无用 就无中生有地起诉 儿子借钱不还 赵小刚为了应对诉讼 支付了六万元的律师费 也一并要求父亲还给他 赵小刚戏数了父亲的种种行为 还提交了他手臂受伤的照片 庭审中赵大贵坐在被告席上 看上去也很委屈 他就是想要教会儿子 如何识别女人 如何顾全家族企业的未来 没想到操碎了心 如今还被告了 那么本案中 父亲赵大贵的种种行为 是否侵犯了儿子赵小刚夫妇的 婚姻自主权呢 一般而言 这类侵权责任的构成 包括了行为 过错 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 四个构成要件 本案中赵小刚起诉父亲侵权 就需要举证证明 他们的婚姻自主权受到了侵害 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害 其实啊 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看 绝大多数的父母 对于子女的婚姻大事 都是非常关心的 但是爱的关心和法律侵权之间 有一个度的把握 根据我国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 第103条规定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 禁止买卖 包办婚姻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在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中 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 那么本案中 赵大贵有哪些行为呢 首先 赵大贵切断了赵小刚的经济来源 以此要求赵小刚分手或离婚 但赵小刚已经是成年人了 父母没有供养他的义务 切断他的经济来源 不构成干涉婚姻自由 其次 赵小刚手臂花伤的照片 也只能证明 他曾经在和父亲的争吵中 自己弄伤了手臂 还有 赵大贵不断地发短信唠叨 还扬言要和小刚妈妈离婚 这也可以理解为 赵大贵对情感的表达 和对自己婚姻的选择 所以就本案而言 现有证据还难以支持 赵小刚夫妇的主张 应当判决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 但与此同时 丘法官也认为 对于这内家事案件 判决不难 但难在如何更好的化解矛盾 如果今后赵大贵继续用各种方法 打扰儿子儿媳的生活 也可能导致矛盾升级 甚至引发新的诉讼 于是丘法官没有急于做出判决 而是决定组织调解 让一家亲人们面对面 把话说清楚 那么这次调解 能否化解两家人的隔阂呢 赵大贵会放下多年的迷信执念 接受儿媳妇林秋燕吗 调解当天 丘法官观察到 林秋燕也来法院了 而且她的小妇微微鼓起 经了解才知道 林秋燕又怀孕了 赵小刚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坐下 给妻子递上水杯和纸巾 可以看出小两口的感情很不错 其实啊 在赵大贵约见儿媳林秋燕 劝她离婚那天 林秋燕就已经怀孕了 只是当时因为穿着原因 赵大贵没有看出来 在丘法官的主持调解下 这位一直不被认可的儿媳林秋燕 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并再次强调 她和赵小刚不信什么 八字不合之说 现在他们很幸福 也真心地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 父亲赵大贵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自从上次和林秋燕见面后 她的内心已经很受震动 这三年多来 她一直遵照算命大师的指点 可如今却被全家人孤立 家不成家 算命大师说儿子的婚姻非常不幸福 夫妻之间争吵不断 林秋燕为人刻薄 但目前看来这些都不像啊 儿子过得很幸福啊 反倒是他自己差点就妻离子散了 算命大师以前还说 夫妻两人缘分已经尽了 可现在两人还怀了第二个孩子 哪是缘分已尽啊 赵大贵原本还想去找 算命大师理论一番 可是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这个何大师 向朋友一打听才知道 何大师早跑了 好多人都想找他算账 这段时间 虽然赵大贵嘴上啥也没说 可是心里后悔不已 其实啊 自从赵大贵得知儿媳怀了二胎 他就预感到自己再折腾也没啥用了 法官的这次调解 也刚好给了赵大贵一个台阶下 几天之后 赵大贵破天荒地喊上儿子儿媳 带着孙女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 小孙女儿长得像儿子赵小刚 特别可爱 赵大贵打从心底里喜欢 亲情让赵大贵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 很快 邱法官也收到了赵小刚和林秋燕寄来的撤诉申请 申请上说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 自愿撤回起诉 至此 案件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八字不合之说让赵大贵折腾了三年多 其实导致家庭不和睦的根源上还是赵大贵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观念 他独断专行逼着儿子分手离婚 虽然还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害婚姻自主权 但已经影响到了儿子儿媳的生活 算命大师的预言没有应验 但赵大贵却错过了很多幸福的时刻 比如儿子的婚礼 孙女的降生 而这些时光难回 也给他留下了抹不掉的遗憾 好 真实案例法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小惠父母接连去世 留下一份保险单 可理赔时却被告知涉嫌骗 另一案例中 老张因高原反应不治身亡 500万元保险遭巨赔 当意外来临 他们买的意外保险却面临巨赔 法院会如何认定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侯法官下期为您讲述 意外保险出意外